噢噢 Retard Alert 想要財富自由投資獲利的第一步 就是不要被騙了 知名主播邱靖怡 剛滿48歲的他傳出聲明有人啦 恭喜賀喜看來過上一段 我弟交往的感情生活了吧 7月31號 邱靖與名男性從計程車下車 走在前頭拿著感應卡 後面男性拖兩卡緊緊跟著他 還不忘回頭看看是漏掉什麼東西啊 該名男性正式設計名人 AKA科技公司執行長 AKA知名的帕森斯設計學院清華大學 他都念過 AKA法國住宅類優選 瑞士住宅類優選 美國的住宅類金獎房間 可能塞不下獎牌之房元凱 不到半小房元凱開出自己的車 原來邱靖怡回的是南方台北天母的家 一路從台北天母開到通話街買蛋糕 再往台北遠東相隔離啦 監視飯店餐廳與三女兩男聚餐 然後又到公司開車載民女性長輩 前往雜子丟Hotel 並讓邱靖怡步行前來會合 坐上車後前往貴婦百貨買了V卡 直接房元凱走在前頭 邱靖怡跟女性長輩在後頭 邊走邊聊看來感情不錯 原來當天是邱靖怡48歲生日 如果女性長輩是房元凱的媽媽 那邱靖怡就是見家長囉 這一系列操作下來 關心可說是不言而喻了 BUT 沒錯就是這個BUT 人生到底為什麼這麼多BUT 這種非常走在前端的運用方式 就在邱靖怡生日的五天前 也就是7月26日 房元凱從他通話街的公司出來 一路奔馳到新北市三重 遠道而去一座玫瑰平面停車場 結果一名穿著假腳拖 戴著口罩相當居家的首女前來相會 哇玫瑰停車場 變成玫瑰紅的眼了 與邱靖怡不同 兩人晚餐吃了平價火鍋 但兩人的互動相當熱絡 吃完後 房元凱獨自靜的超商一會兒 買什麼呢 出來後就這麼順手牽手了 回放房元凱和邱靖怡的照片 經常各走各的 現在兩人如此親密更顯為何 接著場景來到了平價旅館 還先參觀了一下設計 非常敬業的房元凱 這裡房價兩小時 從450到650不等 即便加三小 也只需要補差價90元 相當實惠 不過兩人僅用八成分鐘就是了 退放後離開時 房元凱還把原本穿在身上的外套 拎在手上 僅穿著V臉掰踢 手牽手並手勾手 走著走著 房元凱還滿臉笑意拍來拍肚子 手女呢 則也隱藏不住口罩下的喜悅 哇 是什麼有錢 原外個小情人的操作啊 原本坊間傳出的秋晴一席 是竟如此的糟逼啊 接下來 她與房元凱的關係 還進不進展的下去 也是後續關注的焦點 題外話啊 7月31號生日是十字座吧 哎呀慘啦 這個面子掛不住啦